礼仪之邦,齐鲁圣地,山东,简称鲁,人口1亿070余万 提到山东,您可能会想到蓝祥、煎饼、好汉这些关键词 殊不知它是一个经济总量全国第三,文化底蕴极其丰厚的手份 山东的版图形似雄鹰一般,昂首东方 毗邻河北、河南、安徽、江苏四省 三面环海,南有黄海、北有博海 北与辽东半岛相望,东与朝鲜半岛相望 地理位置相当优越,它还拥有全国六分之一的海岸线 南起日照蓝山区,北至宾州无地线,全长3345公里 在地图上,通常将山东标注为山东丘陵 这样的分类太过粗糙,其实它大体可以分为四部分 鲁西北、鲁西南属于华北平原、鲁中南的山地丘陵部分 以及郊来平原、郊东山地丘陵 郊来平原算是内陆与半岛分界的过渡地带 北有莱州湾,南有郊州湾,为方便处于这块平原 我们换用地形图来看,可以很清晰地看到 山东省中部为山地丘陵,郊东半岛也为丘陵 其他区域大部分都是平原 那提到山,而且在山东,那就不得不说五岳之尊的泰山 它面围于鲁中南的山地丘陵地带 虽然它的海拔只有1500余米 但在平坦的华北片中拔地而且显得格外高索 所以才有了依赖众山小之势 从历史地位来讲,泰山是早已朝出地理定义的民族之山 史料确切记载的有12位帝王来过泰山 6位在此封善 他象征着家国昌盛,江山涉及委定民族团结 在战略方面,他与辽东半岛相对只形成渤海改辖 孔魏京师 在海洋战略如此重要的今日 这两半岛可谓是天然屏障 最东端的成山头距韩国首尔 直线距离不足400公里 在河流方面拥有黄海海三大主席 母亲河黄河在这里入海 交来河连接渤海黄海 经航运河贯穿南北 还有银河等大小河流一千余条 也正因河流水土滋养的不同 省内的语言差异也非常巨大 大致分为三类 仅次于河南化的中原官化 与河北化一脉相承的纪鲁官化 和当地人调侃为海利子位的交流官化 这只是大致分类细分差异更加巨大 如果路西南的合则人去交通探亲 很可能对方一张口 合则人的认亲之旅就戛然而止了 因为大概率不太听得懂 提到山东 人们通常会想起一种美食 煎饼 殊不知除了煎饼 卤菜是八大菜系之首 仅仅一个煎饼 无法覆盖山东人的味蕾 如果细说吃煎饼这事就如图所示 并不是人人都吃煎饼 更不是顿顿都吃煎饼 在历史的长河中 山东也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上古时期羽化九州 按现今山东辖区便占了三州 沿州徐州青州 再往后 周天子将两个最得力的干家 周公和江子牙分封于此 建立了鲁国和齐国 后世便逐渐称之为齐鲁大地 也正是处于文化交汇融合的地区 让这里在百家争鸣时期 成了核心区域 屈腹的孔子 搜城的孟子 这也只是冰山一角 山东还有诸葛亮 炎真青王熙之 等一众大家耳熟能详的圣贤名人 堪称是华夏智囊 都说山东自古出大臣 仅狼牙王室就有36位皇后 92位宰相 600多位文人名士 驸马36位 可以说是华夏第一名望 广报之交的情谊 彰显山东的淳朴 儒家文化的千古传承 彰显山东的气度与礼节 这是一个开放自信 人文美景相得益彰的省份 好客山东 欢迎您的到来 好客山东